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所以以後呢 不是說只有排名 以後如果你假設有個條件 你希望看到 什麼欄位裡面的條件 它可能是一個數字是大於等於 或者是可能什麼數字 什麼文字出現的話 你也可以設個條件 如果為True 它就幫你做 增加一個底色的 這樣提醒一下 OK 那就很方便了 你就不用用眼睛 慢慢去比對了 另外的話有個清除 所以我們清除部分的話 就把它寫出來 我們格式化 不過其實格式化這個清除 其實理論上應該 可以不要加邏輯判斷 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應該是把全部都把它 因為我可能有的時候是這個 有的時候那個 所以假設格式化清除 理論上應該可以把一幅 跟N的一幅這個拿掉 OK 那怎麼拿掉 就把它delete掉比較好了 就是有點像把閘門拿掉的意思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不用設個閘門了 OK 你通通可以過 全部的通通把 那最後可以把這邊的書牌 把往前叫backspace 有沒有 再往前一個 這樣的話就一層一層一層的 所以以後寫程式的時候 記得啦 最好還是通通把它做個階層 像這邊不是一個 這個是按tap鍵喔 我是最怕說之前有同學看到同學寫的程式是這樣 他就全部都沒有縮牌 沒有縮牌的話就是這邊有個凸牌 好像這樣 變這樣 這樣程式能不能跑 程式一樣照跑 有沒有你看格式化 它一樣跑 可是跟各位講啊 如果你寫成這樣子一樣照跑 但是我看的很痛苦啊 為什麼因為我頭跟尾沒辦法找到 為什麼因為我看到for的時候 我習慣一定要找到ness 因為如果沒有ness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那種怎麼講 不踏實的感覺 有一幅就ended 那這樣的話我就覺得這個架構是穩定的 所以記得啦 這個我想還是要試著把它做縮牌 縮牌的話 這個sub是第一層 forness是第二層 一幅的話是第三層 那這個裡面做的是第四層 有沒有一層一層的 就很清楚了 這個結構的話很重要 以後如果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假設你將來還想要學習別的程式語言 像那個現在最熱門的 像Python有沒有 其實它的縮牌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Python的那個縮牌 是程式的一部分 不縮牌程式就出錯了 OK 在VBA沒有啦 VBA是可有可無 但是我建議如果你養成好習慣的話 你將來再去學習另外一套程式語言 你也可以很快上手 OK 因為我自己也教Python 我也教VBA OK 所以我盡可能 反而我兩邊習慣都一樣 兩邊都養成 那就沒什麼會產生錯誤的地方 OK 好那最後的話 我們要寫一個前七名 有沒有 直接 這個需求呢 跟剛剛其實有一個部分是一樣的 就是判斷依然 如果小於等於七的話 幫我把它裡面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應該是複製喔 OK 那這個問題也是蠻多同學常問 老師問我怎麼樣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複製的話 這個答案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先寫一個SARB好了 SARB名稱也很像前七名好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取一個叫前七名 好 這樣子 Enter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那再來的話 要怎麼寫 如果你要把某個資料的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這裡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寫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用SARB SARB SARB 那這樣的敘述 怎麼敘述 這個儲存格是13列的A欄 有沒有 然後呢 要把它 複製到F2的話 有沒有 那其實特別注意 你要複製中間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這個後面是來源 前面是複製的 這個目的 所以你前面這邊的話 如果假設用SALE的話 一樣 這樣 拿著來改 SALE 那這邊應該是第二列 的F欄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把這一行 這個程式執行的話 那這個資料就會跑到這邊來了 資新看看好了 資新 有沒有看到12就過來了 OK 所以喔 以後呢 如果人家問你說 儲存格資料怎麼Copy 很簡單嘛 加個等號不就好了 等號的意思就是說 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一份資料到另外儲存格 OK 所以喔 其實Copy是什麼 但是 請大家注意 這個等號呢 在程式裡面有很多意思 以這邊來看 它是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 OK 但是以這邊來看這個是等號 這是等於的意思 OK 所以有的地方 雖然等於 看起來 它是一樣的 可是它意思是不同的 好 那同樣的方式 如果我假設喔 我希望呢 把剛剛的那個前七名程式寫完 其實我建議啦 你乾脆拿剛剛的格式化這一段程式 有沒有 Furnace中間這一段 複製貼上過來 你可以Ctrl C Ctrl V 或者是你拖拉加Ctrl鍵 這樣就複製過來了 Ctrl C Ctrl V也可以 那來改就可以了 那其實喔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它的邏輯一模一樣 一樣是把排名的地方有沒有 一個一個檢查 所以for i 等於2到43一樣 再來的話條件一不一樣 條件一樣 差別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個地方是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可是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不是要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喔 而是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複製到F2裡面 所以喔 怎麼做 第一個 請你把底色變成黃色的敘述拿掉 所以後面這一串有沒有 delete 掉 留下來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12的資料啦 那怎麼把它複製到F2 就我剛剛寫的嘛 所以這邊加個等號 有沒有 然後呢 F2的話就是Sales 第二列的F欄 好 這樣的話應該就寫完了 不過你執行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停一下 讓它停一下 讓它跑一下 中斷點是說 跑到這邊先停一下喔 停一下喔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先找到12 然後call過來 call過來按 我再按個執行 讓它跑下一個 有發現12嗎 有了 可是喔 問題來了 現在又找到一個 小於 因為它一直往下嘛 找到這邊 它也小於 等於 小於7嘛 所以它是 21 但是因為21 要call過來的時候呢 目前的F2裡面呢 已經有12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還把它放在 F2裡面會得到什麼結果 有沒有發現 原來的12跑哪裡去了 被蓋掉了 沒有了 不見了 所以喔 這個程式有一個bug 什麼bug 就是你如果這樣執行的話啦 所得到的一定就是只有最後一個39 為什麼 因為最後好像就是 最後這個應該就是39 在這裡 有沒有 那因為呢 前面的資料並沒有留下來 而是被一直被覆蓋 有點像剪貼布一樣 一直蓋一直蓋 所以喔 這邊的話 假如說我希望能夠列 列一個清單的話 那當然呢 我會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F2的2 把它做一個 怎麼樣 讓它變成一個 可以 可變的一個數字 就是一個變數啦 那也就是這個變數的條件 什麼 當它第一次的話應該是2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那當 它如果呢 已經被複製一個之後呢 那理論上它應該換到下一列 也就是說當它被 怎麼樣 複製一個值之後的話 那下面一個動作就是要把這個變數 再加1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滿足這個條件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 請你在4回圈外面增加一個變數 名稱也許叫K啦 這個K的名稱呢 可以自己取 它的預設值等於2 接下來的話呢 K目前裡面的值就2 那我把這個K放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就F2嘛 那多一個動作 就是當我找到一個資料摳過去之後 那我把K裡面的值做變化 K裡面的值等於什麼呢 K加1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喔 把原來的2怎麼樣 加了1之後呢 再存回到原來的K 那K呢 就變3了 那3不就等於是下一列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然後目前的這個等號喔 是把後面的運算結果存到前面去 把原來的變數資料蓋掉的意思啊 OK 所以應該就滿足我們要的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樣應該比較OK了 所以我接下來呢 一樣設中斷點 然後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K目前等於2嘛 有沒有 所以呢 它第一次會把12放進來 好放進來 所以目前F2裡面是放12嘛 那因為底下我有個敘述 這個數叫K等於K加1 所以呢 K加1之後變3 那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你會發現喔 F3 我按F8齁 你會發現油標再放在K上面 這時候呢 K裡面呢 就都變3了 欸 那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 讓它再跑下一個 這個時候F3 有沒有 裡面放21 欸 看一下 欸 所以你會發現它剛剛 跳到下一格 跳到下一格 所以啦 以後假設你希望喔 要把資料複製進來的時候 讓它跳下一格的話 很簡單 就是呢 上面加一個初始值 也就是說呢 第一次要放的位置在第幾列 OK 然後把這個K放到這個位置喔 就是變數啦 OK 所以什麼叫變數 反正裡面的資料會改變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 算是 名稱的話喔 那就是所謂的變數啦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 再存到這裡面來 加1就存回去 它就會一直不斷變動 OK 好 那我把它往下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剛剛好滿足我們要的 有沒有 先12 然後再來就是21 裡面應該OK吧 21 27 28 OK 沒問題 那就幫我列表了 那最後的話 我再寫一個清除啦 那清除的話 怎麼清除呢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前期名 我再把重點喔 講一下 1 我是先寫一個那個什麼 sub前期名 Enter 2 2的話 我是把它直接拿格式化的這個 程式 複製過來 然後呢 主要是把它原來是底色把它改成黃色去掉 變成取它裡面的資料 這個要取裡面資料 放到F2啦 可是F2這個位置喔 底下會有七個數字 所以我就利用K 達到每放一個之後 讓它下一列的動作啦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K很重要 K的話 將來應該會 蠻常出現的 因為有點像是 穿針引線的角色喔